這一場呢 就是我從醫院重傷之後出來 他哥哥背我 稍微有一點感受 化解我們之前兄弟的那個 比較少 就整個化解我們之間兄弟的那個奶油 我昨天 我昨天應該要 交代你小愛不要吃還是什麼 很重 很重 其實這場戲算是我們一個兄弟之間情感的一個專類 就比我們那個感情都不是很好 但是他就很一般一言很正直的那一句 然後他就那種调皮鬧事啊 還有董事的小孩 哈囉大家好我是張雁銘 在勇士們第三單元裡面 是演杜維忠連長的這個角色 忠呢我覺得他是一個蠻正直 然後帶兵啊做任何事情都是不苟言笑 非常嚴格專業的一個軍人 說一是一說二是二 所以他在軍中帶兵呢 他就是大家給他一個非常恐怖的稱號 就是可以幫助 但是他在對弟弟唯一的這個部分呢 望子成龍 望以成鳳的一個心情啦 兩兄弟之間還蠻有一種微妙的關係 大家一定要接受他 剃頭不要哭好不好 我怎麼會哭 他說要跟我們一起剃啊 哎呀 不是啦 我跟你講如果我剃三個 哇你們要剃更短的 你們要剃光頭 好厚喔 連長都已經 那會整個人會死喔 連長是一種很拘謹 然後就覺得 我們現在跟女生一樣 所以頭髮 然後我們就 換你這褲子後 他要剃一下 你覺得粉怎麼那麼厚啊 我不知道 粉超厚欸 你唱歌仔戲啊 我就說為什麼唱 看我們每個人都這麼黑 你這麼白 我比你黑很多 欸但是跟他比 我們是在跟他比 說實話是不是 是不是 啊 你講的幹嗎 他已經真的不行了 幹什麼東西 欸 軍中是可以這樣子的嗎 好笑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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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笑 往你去 我們笑 我們笑 呵呵呵 這感覺又 年紀又小了好幾歲 就變得真的很像陸武生 想說我回部隊 所以應該看起來 有點像學長的樣子 對不對 現在現在剪了這麼短的頭髮 很怕回去被當成菜餅 哈哈哈哈 小心之後 說一下戰略人物 小心 快點啦 這樣多久啊 啊 你忘了 啊 你太久了 沒有到破壞了 哈哈哈哈 這部隊裡我棉被都不蓋 這樣起來還要整理很麻煩 我們部隊的棉被 跟兩大便了 這什麼 一集了就緊張 因為跟入舞 根本就 真的是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喔 來動 有什麼殺手 被門被壞了 還擠 你看我流這麼多的害 喔 沒數 不要洗腦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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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尤 天尤 臨